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铁黄竹坑站第五期的住宅项目下午2点指标 日前正式命名做港岛南岸的黄竹坑车厂上个项目 定期住宅楼面上限超过63万平方尺 分两栋大楼去发展 提供最多过千伙的住宅单位 平均的每个单位大约是650平方尺 是整个项目当中面积最小的一期 市传项目保地价64亿 折合每尺保地价过万元 市场股值介乎101亿至123亿 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最高挨近2万元 有入标的发展商看好项目的景观优势 这个项目的景观和方向都非常好 相信将来卖楼都一个很好买店 都是参考附近的价钱 工顺部预计内地的新冠病毒疫情 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停工停产 今年会加快研发5G网络的晶片等等 内地近期部分地方再次出现新冠病毒疫情 当中河北和东北较为严重 不过工信部相信 不会重演去年企业大规模停工停产的情况 地工业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比起去年年初在湖北的疫情 它应该是小得多吧 我们有湖北战域的丰富经验 而且现在都是定点的管控 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停工停产 但是工信部提醒 内地工业仍然有不少压力和挑战 例如供求、行业之间复苏不平衡 外部环境仍然严峻 未来会着力缓和中小企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今年也会加快利用5G网络改造传统行业 计划新建60万个5G机站 加快相关晶片、组件和设备研发 至于汽车行业 工信部会支持加强技术研发 特别是改善电动车在低温那阵行驶的性能 空信部表明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 污染较严重的钢铁行业 严禁新增产能 确保产量今年下降 有必要的项目就会严格执行产能支援政策 武线电视黄文軒报道 看完美元最新会价日元卖出价103.74 英镑1.3641 瑞士发狼0.889 欧元1.2128 加拿大元卖出价1.2777 欧元0.7688 新西兰元0.7183 港元7.7515 港元汇价美元卖出价7.7515 每百日元7.4728 欧元9.4041 英镑10.5785 瑞士发狼8.7213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如何 见监管层也提示过泡沫风险 央行马俊也说到 可能货币政策方面要有转向表现 控制着市场泡沫 见回A股今天显着的收额 全日都是低开低走 午后更加跌幅进一步扩大 上证今天失手了3600点大关 已接近全日的低位来收市 最终收市3569点 跌幅达到1.5% 创业板指数曾经跌过3% 最终收市都是低位附近 跌了2.8% 在3258点位置 申請成份指数都要跌超过2% 当然两市成交都相对活跃 继续都有超过万亿人民币的表现 后市的情况会怎样走 我们请教嘉宾有何家俊先生的 何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其实今天的股市都有明显调整 有什么原因 跟刚才提到央行监管层面的讲话 有没有关系呢 后市的方向又会怎样判断呢 一方面我有一定的消息上的一个影响 另一方面 为什么市场来讲的话 我们看回其实这段时间 市场情绪并不是那么好的 好像前几天的话市场上升 其实下跌的加数是远大于上涨的加数的 所以今天一个铺田股出现一个筹码松动的情况下的话 市场的指数也会升下跌 但当然在这个情景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还看回多些積極的因素就是 今天虽然指数下跌 但是上涨加数和下跌加数的比例来讲的话 反而是会有少许的抬升 基本上是1比3的一个 1比2的一个 降跌幅比例 前几天的一个指数上上升 反而会是1比3的一比例 所以其实过股升的加数 其实在今天下跌里面来讲反而是增多了 这个来讲是对市场来讲一个積極的因素 后市来讲一个人不是这个还是一个整体的樊权 盘整完之后 市场连续绝绝绝向上的动力 那升跌比例呢 就是之前上升的时候 市场有少许倒在一边来升 现在反而跌得来 是比较平衡一点的表现 更加健康一点的 当然如果板块上面 A股做完一般的 有些劝商股都是要跟手调整的 另外也传到说 两用平仓的预警客大增 都拖低着这个板块的气氛 就5-6%跌小 中信证券跌大约4% 这个板块开始都是比较波动大了 那现在还值不值得去部署呢 之后如果市况好一点的话 是不是都有一些反弹的短线机会在这呢 对方说 正确认说 其实 的而且 几个知识的受害 一方面就是讲连任务疾伤的问题 另一方面 其实几家的电商公布出来 就是为什么给我们业绩 并没有大家期待那么好呢 一方面 其实利用呢 我相信总体都不差的 只不过来说 有些上升公司出现了业绩的一些计题 所以我们不认为是太好顺于预期的 也拖累了整体板块下跌 但是在板块调整充分之后的话 对于整个建商方法 也值得大家重点去关注 因为一方面的话 始终成交量一个持续的放大 也都带来一个经济业务的上升 注册制的话 也都会带来建商一个IPO数量的增多 所以来讲的话 对建商的后续的发展 仍然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支柱 再加上调整充分之后的股值也都不高了 所以正面板块的话 因为反而要在今次一个调整之后 要提及的基础 中信证券跌4% 中金公司跌半成 招商证券跌超过6% 有一个板块 逆市做好是航空股份 得意在有研究报告 就说内地的廉价航空 例如好像春秋航空这些内地的航线 乘客量增长是超过154万人次 今日股价都升平板 但是另一边商 亦都是内地因应疫情 是好照原地过年 现在退票都说免手续费 是全额退款的 那航空股今天究竟升是因为什么呢 又值不值得再部署呢 始终都是之前的话 有一定的一个折日效应 对航空股来说 当然我个人还是一个叫短算的反弹的机会 中长线航空股 什么时候真正是一个比较全员的服务呢 这个其实还是未知之数的 一方面我们看回国内疫情也有所反复 国内疫情也说 越都不会自己原体的准复 所以我们可能说 整个航空的一个服务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漫长过程 短期短期就叫超越散弹 建议投资者都是快进出雷主 好 转身要快 策略上 东航、南航、中国航空 这些就是国航方面 大型这些1-2%进长 先多谢学生帮我们的分析 节目时间都到了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家的现场的时间 讲过来到美市 暂时其实都没有太大的起息 恒生指数维持着大约是700多点的跌幅 下午其实开市不久 看到恒生指数 一度是跌成800点过外 落到29300点的水平 最主要是重磅蓝筹股拖着市后腿 加上A股都是一样的 期间你见到重磅股跌势回稳下 指数一度是收窄过跌幅 不过现在这下仍然还是偏弱为主 29432点跌726点 金融指数大跌900点 过外工商指数都跌接近600点 总成交方面有超过2300亿 恒生科技指数的情况 最新仍然在1万点的关口楼下 现时在9990点 响下跌2% 跌217点 跌势比起早段来说已经收窄了 活跃港股最新表现 排头是腾讯 腾讯最新跌半成 724.5% 美团方面380元跌幅 大约在5% 至于港交所暂时还在挨沽 跌近7% 这三只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阿里巴巴向下跌4.2 中移动跌幅在3% 排第六季有只小米 小米暂时下温升 接近1% 30.25% 马吉利汽车今早创过上市新高之后 结果是倒跌 现价倒跌1% 33.3% 比亚迪股份也要回途5% 中心向上升1% 中海游升幅由接近2% 去到7.94% 其他主要蓝筹都可以简单看 汇控今天向下跌幅1% 下回到42元 游邦在100元大关口位置增持 现时跌至接近2% 中移动和港交所跌幅3-7% 跌市底下 今天很多股份也要跌 唯一幸存有些什么呢 在土中看到 今天轮到一些传统股份做好些 包括九仓置业反弹2.7% 去到42.45% 麦中海游即使收市后 会被踢出MSI指数 但今天股价仍然有得升 升到接近2% 麦中顺股份升幅到1% 今天上升的股份 还有一批在港股通 包括当中有些消息 例如月敏感 他就和内地的电子出版公司 中文在线有合作的消息 麦股价现在最新升8% 麦午后升幅 再一步扩大61.9% 另外 胜环医药方面 收购北京新药研发公司 麦股价午后抽升三成 现价步在接近2元大关口位置 麦神州租车司有化腰药 有新的进展 股价现在急升在1.1% 去到接近4元水平 麦比亚迪电子今天创过上市的新高 现时急升在半成水平 去到61.1.5% 浪污集团升幅有4% 大股向下 就是一堆反向ETF 今天调回转油最捧 途中Longer 升幅解负2-4% 其中两配杠杠7500 现时保在4.33% 升幅去到4% 跟着内需消费股的表现 今天就各别发展为主 其中海底衣一度创过新高 见过在73.9.5% 股价出现回吐 至于跟它有功课关系 移海集团最新股价跌幅2% 136.3% 其他啤酒股表现就两例一点 青岛啤暂时升到7% 去到81元水平 而怀孕啤酒就被中信李昂 最新被刨书大使的评级 目标价69.8 还是低于现价水平 但怀孕啤酒最近在50天线有支持 目前股价升到2% 去到71.5元 九无九也可以向上 最后也报到海底衣的股价 现时到2% 是69.25元水平 节目时间够了 多谢收看 谢谢大楼市速带 我是黄映仙剧 今天重点地产消息 估值过8亿港铁黄竹坑站第五期的住宅项目 现场所见收到6份标书 地培位于黄竹坑站的东面望山景为主 住宅楼面上限是超过63万平方尺 分两栋大厦发展 提供最多有过千伙的住宅 平均每个单位大约605平方尺 是整个项目当中面积最小的一期 市场项目保地价64亿 折合每尺保地价是过万元 比前年批出的第四期低百分之四 市场估值是101亿至123亿 相当于每尺的楼面地价最高接近是两万元 供应量相对来说都见到差不多完 剩下最后两期 估计相对来说发展商可能会积极一点 商场2023年都会起好 跟这个盘我想拿出来销售的时候都差不多时间 但对盘盘的优势比较大 今天我们帮大家请来报小明 讲下楼市的后市情况 布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二手交投也持续加快 以元朗为例 今个月录得接近有200宗的成交 创出大半年的新高 是不是都是在上车盘供应比较多的地方出现 我们看到的确是1000万以下的地区 成交量比上个月都有显着的明显上升 但反而一些千多至两三千万的楼宇 暂时未见到成交是特别活跃的 所以在上车盘方面 的而且我们看到近期 成交量是挺活跃的 估计本个月的二手成交量 两个月会有多少个幅度增加呢 我们估计这个月的二手成交量 会去到4500宗 比上个月的4000宗 是增加了10%左右 但我们值得注意一些屋檐 譬如嘉湖 或者一城 或者张骨澳 元朗地区 就跑人大市 因为主要都是集中1000万以下的成交为主 所以成交量比上个月超过10%的升幅 近期楼市都好像提早出现了一些小羊群 你认为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看到楼市近期都是活跃的 过往很多时候都是农历年后才是最活跃的 亦都今年看到多了些人偷告入市 觉得农历年后都会旺的 与其是这样跟人争胖 不如趁现在没那么多人争的时候 就去决定先买 近期股市的气氛都能推动楼市 因为近期股市也做得非常之好 亦都有财富效应 有些人买了股票 即是他没有股票 亦都增加了他的入市信心 所以看到近期来说 那个无铃一二手的成交量 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亦都有些业界人士就说 预期在年中过后 各类的单位的升势会更加明显 其实你认不认同 或者升势还能否持续多久 我自己看法 我们公司看 楼价就会有超过5%的升幅 如果豪宅和中小型楼 甚至乎有机会是升10%以上的 最主要来到年中 大家都要预计 疫情应该是放缓 疫苗是有效的 经济也是复苏的话 楼市自然都会带动做好 甚至乎我自己的预测 在年中前 或者去到3、4月、4、5月 都有机会做好的 有一个升浪 因为会出现一个偷过效应 大家看到疫情真的受控 之前来说 都会去偷过入市 所以有机会楼价 在3、4月 都有机会有一个反弹 当然第四波疫情 其实都未完全受控 部份的屋卷都出现一些随值传播 这些屋卷的成交 或者业主的取态 会不会有变化呢 我们看到的确有几个屋卷 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传播 的确确是真的要卖楼的业主 就肯将价钱调低 即是比市场的价钱 调低3至5 甚至有些幅度是更加大一些 当然有些 例如他都不是急于卖楼的话 价钱就不变 但有部份急于卖楼 的确是比市场的价钱更便宜 我们看看新盘方面 屯门青山公路的项目 公布了楼书 开架 开析方面 也是首度曝光 第一张的价单 部分开放式单位 折实就不用300万 但这些纳米单位 其实现在还有没有市场 对项目的看法是怎样的 其实纳米的单位 自从前年政府放宽了岸岛之后 相对受欢迎程度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的 因为以前这些单位的楼价是跑型大事的 现在跟着同步跑 但一些比如说去到三四百万楼上车的纳米楼 我相信仍然是受市场欢迎 要买新鲁又要上车 选择性不大 所以也有它的需求 当然另一边商 即是契德的Monaco 暂时都有1000份的意向登记 比星期五发售90伙超额超过10倍 部分新盘都陆续推出 对今星期的销程影响有多大 最后收票预计有多少 我相信未来的两三个新盘 有第二第三个发售 预期的销程都会非常好 因为看到登记仍然是很大的超额数字 所以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销程 预计一售新盘仍然是暢黄 一手的货尾单位 今个月都录得不错的销售 其中详实在将冠路日出康城的Sea to Sky 今个月至今累计51货 其他货尾盘会否都随着大型新盘再退 成交量可能都要再下跌 我们看到今个月的走势 暂时的一手成交量是1100宗左右 佔了差不多600宗都是货尾盘 一手的新盘是500多宗 看到一手的新盘 似乎并没有特别抢货尾的客源 因为我们看到一手的新盘亦有很多向遇客 这些向遇客都会留到一些一手货尾 例如启德区为例、加峰煤 这个月都差不多有接近100宗的成交 所以看到市场 一手新盘又一手新盘亦 一手货尾又一手货尾亦 两类型的物业都是受到追捧的 各有需求 多谢宝珊帮我们的分析 节目时间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会 台地站也要10分钟报程 其实简得而深远的 一般来说都想到的景观是优胜一点的 可惜在这单位里看不到 比较多望楼景 而且去房间和厅 窗是比较小一点的 而深远整体成交如果是低层到中层呢 大概是10,000至10,000是1,500元之间 这个赤价 如果高层的景观 或者开到11,500至13,000 现在这单位开到13,000多元 如果景观比较顺息 唯一的好处就是层数比较高 我觉得始终的价值是贵了 大概来说如果合理价 我去到12,000元 即是730万左右的价值 单位同时以15,500元放租 Alpha就认为贴近市价 如果以合理价730万推算 回报率近两厘半 有一定吸引力 不过他提醒 屋院当初以夹屋形式发展 虽然质素较一般居屋高 但与丝楼相比仍然有差别 拖累单位升值表现 如果想看足盘的每周有赏盘 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的日日有楼看 来到二栋追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讲康龙化成 3759 本来说本来形势也不差 高开到179元 而且不久已经见过高位179.4 可惜破位之后很快跌下来 除了市况影响之外 大家都发现到 它的营起可能是最要斟酌的情况 中五的时候跌得最深 跌到155.4 目前来说跌幅仍有百分之九 在做161.6 加头股数亦增加了320多万 成交金额有5亿2000多万 康龙化成公布了按内地会计准则 预计2020年度营业收入 介乎50.35至52.22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幅在3成4至3成9 顺利是介乎11.3亿 至11.8700万元人民币 增幅有1.07至1.17倍 主要因为公司的经营计划有罪开展 上年度向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营运效率亦提升了 营运能力提高 所以业绩相应增长了 但是当中的营起有什么值得分析呢 立即请教清姐 清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刚才聊天你都说这个假营起 为什么呢 昨天明元云那个叫假营景 实质是营起 因为有很多投资者 在分析上市公司的业绩的时候 尤其是资产 或者甚至有一些比较多 是一些 所以说 比较intangible的 是一些比较虚拟的 不是实质有资产浪注的 比如商与那类的 或者甚至新经济股 他们都有一些公运值 因为在发股的时候 他们以一个不同的价钱 所以是斟酌核心业务的时候 我想要扣除 这些非现金的因素 或者是一些公运值的变动 非经常性的盈利的因素 因为这些都不是核心业务 里面可以反映到 正确性 而且有时这些因素会是 一年多一年少 一年是plus 一年是minus 所以它扣除了之后 其实本来的11亿多 就变成了 应该只是增长五成 如果核心业务 是7亿多8亿左右 但是看回它 在9个月的业绩 拉云 它贵度都出业绩 截9月那条数也有7亿 第4季 第4季发生什么事呢 是的 只剩2亿多的盈利尽仗 而且如果在贵度的业绩里面 你是不需要反映 那么多这些非经常性的 是 到了如果年底一次过 要将这些因素 浮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那个是不是 倍倍声的增长和盈利呢 就算看回它 扣除了变成核心的盈利 其实它都是得一元松少少的 每股盈利 你看看股份的股价是几千 是的 或者都很夸张 赚一元的股票 在买160元给你 今天早上更贵 179元 最高历史高位 所以亦都配合今天 在内地的A股市场 有一些概念股份 是有比较明显的资金流出的回套 而康隆化成呢 它偏偏不是自己制药 它是一些外包的 帮人做化验 和做临床 这些相关的外包服务 就是在药物的研发过程之中 需要很多检测 康隆化成呢 它是帮很多药厂做的 但是股价实在太贵 大家对它那个看法 可能就偏向过分乐观了 还有看回它这个所谓的营起 不值得突然间那么兴奋 因为当市场立刻冷静很快 就立刻刹烊骨于平淡 加上市况不太好 现在还接近八百点 今天一定不太好 昨天七百点 昨天的钱到了 昨天到了 但是又未需要 开始有那种大型招股 亦都算今天开始招股 都没那么快要找数 所以有些资金 其实是要来备占新股 况且今个星期 不止快售 有几只新股那么多 投资者他们都会 有机会就获利 然后退些钱过去抽新股 还有内地其实 也有一些新股 一抽就令到 整个拆息都扯高了 其实内地都税紧 尤其是楼市的调控 银行的钱 就说明不可以借给 新的发展项目的时候 上海深圳都会有些 楼市的加拿调控措施 令市场的情绪都有一些崩紧 加上累积升幅也真的很大 是呀 借势啊 是呀 说真的 如果大家所看清楚盘数 说真的回顾去年中期业绩 如果说回康龙化成 2020年中期 其实顺利已经有4.7亿 增长1.96倍 远高全年盈起 顺利的增速 意味着增速稍微回落了 但是北水也挺眷顾 持股也不少 就看到19年底 又立有港股通 去到去年年中 北水持股比例增加到11.1% 过去半年 增持的速度虽然放慢了 但是昨天 持股比例仍然有12.3亿 好像清除人说 有累积一定的升幅 北水的加持效力 又逐步减退 现在来说 你觉得北水会不会又沽货 又做其他部署呢 今天正北上的钱 都是正流出 但是南下的钱 都是正买入的 但是买入的规模 就收索了很多 毕竟因为一来 林强期子结算 二来就开始进入 买年结架 又是另一次 但北水这么多选择 选不选康龙化成呢 我想太多若股的选择 还有如果买得康龙化成 很多时候是因为北水 我想地球的投资者 很多时候当是 Hit and Run的投资者 其实都不太知道哪个打哪个 甚至是药股 见哪个走 他们就买哪个 不过今天也很明显 有些除了康龙化成之外 内地的瑞智医药 亚太药业 这一堆是A股上的股份 他们的股价表现 都是比较弱一些 成为了崖孤的对象的时候 康龙化成是其中 一种是这一类的CRO概念 即是外包服务的概念 在医药界里面 成为了一个被沽售的对象 每期都有A股 实际的东西是给你沽售的 是的 它有A股 如果达起来 你猜它可以独善其身吗 今天有一种太阁医药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多重这一类的概念 今天都跌5% 很多只都跌了 看到今天可能发生 A股也在深圳挂牌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 有些医药股 其实很明显资金 游到落后的那些 譬如一上市就惯下的家和 今天是逆市奇巴 市跌七百几点 它还在爆上去 迫近招股价 就是追回落后 这些已经升了一大阵 很明显 去年11月底 炒上来的那时 还是一百元 炒高了六成多 就是炒上去 派给你 还有股份是怎样升的呢 是怎样回 你有心理准备 这次急升你不走 它就急回 就不会原委自己 初初 它现在这样急升了 都不会一棍 和你拗在底部 不会这样的 这样呢 草货回来的那班 都走不掉 走不迟 它下来 可能在十天二十天线 八五元 八三元 因为你看着六一八五 都是这样的 派货会有个pattern 它试过 一夜炒到上二百八了几 炒回到八五元 现在就有二百八十几 跌了也还有二百八十几 所以我会觉得 只要它没散完货 都没炒完 不过如果你在高位买 它好像穿梭的 飘上去你的顶摩 就可能有机会回不到家乡 好 不用心急的 买东西 还有估值那么贵 是的 十天都起码一百五十三个月 对 说了这么多是时候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看实的事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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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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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点 看看现在最新市况 就做了29379 刚才我们谈计的时候 它最低还要落29345 离不开就跌那些都是昨天竞盛 包括港交所 腾讯 美团这些跌方5至7%不等 亦都是拖着市 逆市升的得着九仓 中信 中海油这些相对 落后的股份升幅1至2% 总成交了2487亿多 清姐 现在日升日大升日大跌 今天跌回来 因为有了一种A股化现象 港股现在很多股份 华士权 定价权 都已经回到北水手上 所以外围再有什么制裁 指控 轻风作浪 可能影响都没那么大 但是很明显在疫情以来 进去内地的外来投资 是全球最强的 亦都证明他们口里说不 身体都最诚实 如果真是这么听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的话 我相信美资大行 应该都已经纷纷 收拾包袱 离开 离开 不在这儿找生意的了 那些一只二只的IPO 应该都是中资的囊中物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对了 但现在仍然是 美资大行的认识都挺多的 还有如果是这样 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港股 就算沽下去有限度 就算北水 今天也有超过八亿亿 那个用额 虽然不及之前那么旺 但是升的时候又不见人 怕他 哎呀 为什么升得这么急 不行的 你不可以升得这么急 跌的时候 就在买港股 昨天我们也有点意外 那现在是不是就预了29,000这个关口呢 29,000其实28,000 28,900 至29,100那里 是有个上升年口未保的 少少而已 上个礼拜的 而这儿29,000当然也是一个 整数的心理知识 这次的动力 如果你用北水那个势 去看回头 是26,000一直买上来的 那赵正就不应该买到3万 就明金收兵 不过他们那种 可以说港股A股化的那种现象 和他们那种 大上落 空狠的那种体现 我用空狠来形容 一买就爆 一叫爆就爆上去 一砍就砍下来 你不敢闹吗 他明天又和你爆一阵上去 那预了就是 单升单边升单边跌 大上大落两边不断断 那种很旦争持的现象 昨天也出现了 其实升跌股份的比例 你都看到 不是很正常的 是有些拉鞋 不是太过一面倒 但今天就一面倒 跌的股份过千只 但我觉得有些股份 你都不可以说它 不是已经有泡沫的现象 还有那些升势 是过急的 升得比它的盈利更加急 是不是跟股价很不配 其实有快速的修正 或者健康的调整整股 我觉得是正常的 其实有些股份 它是慢慢 但小水长流地沾上来 那些是没什么跌的 是 即是逐步上升的 始终也好一点 还有资金很明显 刚才你说又追回一些落后 沽回那些过分升的股份 是 还有近期急升的股份 有很多只刚刚去回 它们的历史高位 好像有一只叫疑卡 这些是北水之外 还有在散户 那些股票最喜欢跟 如果不是怎么会上市 由个招股价 一下子爆上80元 接着可以打回到30元 看起疑卡 清姐刚刚有家庭观众问 欧小姐说 现在可不可以追 现在可不可以追 其实它今天都不肯跌 有些行业看到是90元 那你怎样解读 是硬正还是怎样 它相对硬正 但是它的声势都是急 还有明显 今天就算是捱住 在高位 动力都不足 所以我会建议 欧小姐 其实让它先休息一下 因为它这个位置 也都刚刚好 撞了去 上市没多久 在8月的时候 见过80元的高位 它后来可以由80元 这么狠毒 升起上来是凶狠 堵起上来是狠毒 是呀 心狠手难 好像是急射的那种格局 这些股票很无人性的 不是人敢品 转到下去30多元 洗到你 你连最有信心的那些什么止蚀位 10个止蚀位都过了 这些掉30多元 如果止蚀了 后来看到它这样急升 你真是激到 是呀 因为8月11日曾经试过高位 就是80元 低位是47.2 所以它刚刚这两天 是冲上一棍 和你冲上80元 它就要试一下 踢你一分针 如果是欧小姐跟了 我相信它应该会被人 踏住了一段时间 是的 因为人同似心 心同似你 你散户是的 跌到30多元 任你骂你不骂的 好像那时候 害怕 中安在线 90多元 你只能记到90多元 70多元就在那里冲进去 跌到20元以下 跌到16个多 个个 不敢了 两只眼反白 两只眼 都完全 又不敢混 又不敢握 然后又呆了 现在整批东西 有宫求而已 是的 如果我们学习的话 现在就不碰 其他SAAS 似乎又是炒高了 SAAS一潮一潮 但是它赚的钱 都是实在的 但是股价升得太急 那个业绩真的追不得切 现在一只二只都要 交一条数出来 然后你才发现是泡沫 不用看业绩 你都知道 泡沫 但是大户派货 不会一次派完的 好 好像2013微文那样 13、4元扔下10元 它又冲上来 你没想过它冲到 连20元都爆破了 这些就是北水的力量 好啊 即是说都留意着北水的推动力 你玩得这些 都是现在内地的基因经理 又是这堆东西养大的 他们都是吃海底拌吃大 靠这个赚 买来买去 赚福 是呀 洗衣服用蓝月亮 喝水喝农枯 但是香港的投资者 你只是耳朵底死筋而已 那就看着那个势 它这两天升得太急 你才发现原来地球上有一个叫仪卡 那就糟糕了 又是上次在80元摸顶走的 现在走得掉了 你们在人家 走得掉的时候 人家逃亡那些位置 就冲进去 是呀 冲进去 不是说将来不会那么高 现在可以可能说 将来有些人外面说 炒了两三百元 不过是不是这个位置 好 立刻由这里炒上去 不是的 你等它炒起 如果你在70元附近 它起码解决一枝棍 还有这些疗 70元、60元 我觉得它的支持是有的 但是要休息了 好 升得太急了 你看到今天的力量 成交也不跟 是啊 就是要小心一些高位 整固的股份 还有这些东西很固滑 一角歌幅这么大 其实有一些中资 这些新经济过年故 有很多只 你不要叫我公开说订阅 有很多只很妖的 是的 不过我们要关心一下家庭观众 关心多几位 因为到时候跌成这样 他们自己也有些疑问 有没有消息 升成这样 我就大疑问 是的 不过昨天没有你做节目 那七百多点 我们听了莫小姐的做节目 好 听了莫小姐 有什么谈 莫小姐 你好 你好 莫小姐 你们好 请说 我进了一个东方海外316 我看到今天为什么跌得这么厉害 你好像是82元买的吗 你登记的时候 水尾 水尾 82元买 上个星期才配合股 他做过见顶的走势 还配完股 有些股份 好像那些300宝里协欣 或者968信义玻璃 他配股给这些 甚至最经典的这两天 就是708 就是恒大汽车 车都没有见过落地 已经炒到边了 你看看后面是什么人 乘配这些股票 不得了 还要看看后面 渣旗那班是什么人 但是东方海外 其实他已经不是董家的生意 虽然董家还有人在里面做独董 但是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了 这间航运公司 已经是中远的了 所以他配股真的要来发展的 其实他不是配给我 配给你 然后送货给你 炒回来 炒到瘋了 不是这样玩法 人家那种玩法不是 就是趁高来变相 集资就是在高位 集多些钱回来 而他那个升势 其实下次买东西 真的要看看 你买之前升了多少 还有是那种pattern 那种升法不是慢火煎雨息 而是爆升息 还有近期的运费已经是会到顶 那你想想 过两个星期都年初一了 食情人节都来了 有没有人会运货 没有嘛 运费当时就缩回头了 那他股价 你想想在11月还是40多 不用两个月到80多 合该有事了 升得这么急 那运费升得好呢 都是过一下而已 走不走好 他82元买 这些你自己严守纪律 要是你82元 如果今天都算跌得很深 初步呢 如果你博一下 他在现在刚刚好 50天线有些支持 但是10天20天线 这些技术的阻力 已经在85附近了 我觉得你未必会输很多 你看看能不能够守住 这个73元这个位置 先看好一点 因为今天跌得太急 好啊 看看能不能够起 幸好今天的成交 不是很夸张 好 还有林小姐等着问清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啊 请说啊林小姐 你好啊 那问人是我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智智家真好啊 清姐你好啊 请说啊 我想问一下中国中黄 哇中国中黄啊 是啊 没有买到很久 三元那时候买的 那现在今天好像 无端端升了这么多 我怎么做呢 我请教一下 清姐你教一下我 谢谢 资金换马而已 如果你既然放了这么久 你都不走 都还可以定过台游 把声音还这么漂亮 那我又觉得 看看他搞哪个货 中国中黄不是这么差的股票 不过呢 下下就被人搞的 他说他又不披露 业务里面有些部分 那中黄那边解释呢 就是说 喂我的女才啊 我是一些军工的 又不知为何 不让人介入军工 那别人管了 但是他那个业绩 又不是太差的 所以我自己这样看 他虽然上半年 个个都倒退 但是他怎样倒下来 他都是赚钱的 而关照到 他的那个股值 事实上依然是吸引 这是用往迹来看 是吸引的 如果用去年全年的业绩 就可能已经上回来 十几十倍 但是他的股价 是从来没有走过 还有论到资源股 每个都走了很多了 那女才的股份 2600这些 唯有等下了 是不是清姐 我们时间有限 是的 时间有限 不过如果持有这么久 我觉得这些位置 他这样爆升上来 你看看他 会否会拦上去 更近你的卖人价 虽然三元是难一点 三元就应该做紫舌 是的 看看怎样的情况 熬了这么久 紫舌了在外面找机会 大佬 还扭在 浪费了多少机会 外面有多少爆升 没有你这么聰明 今天是行指叶的收市 是否跌了725点 总成交2585亿 谢谢清姐 稍后回来收市大捡约